大家好,我是叶瑩飞 今天讲李小龙在泳春拳学到什么呢? 首先介绍一下泳春拳是什么功夫 泳春拳是由福建南少林五梅师太所创 五梅师太后来传给苗顺 苗顺再传给盐儿 盐儿再传给他的女儿盐泳春 之后由盐泳春传给他的夫妻梁博图 梁博图再传给红旋器斑黄华宝梁乙涕 梁乙涕收了梁赞为图后 梁乙涕更将梁赞引箭到亦师亦有的黄华宝门下 后来梁赞广收门徒 其中有他的儿子梁碧 弟子陈华迅、叶文 叶文更由陈华迅传艺学习泳春拳 之后就传给李小龙 荣春拳是一套以游济缸的功夫 所谓以游济缸并不是指完全不用力 而是教你如何用小力去胜大力 以快打慢 达到光而不眼、松而不懈的感觉 练习过程 由松游开始 随着时间的练习 达到游到尽头便是光这个境界 泳春拳重点是射力、借力、以弱性强、以游济缸 通过练习木人庄 增加关节力力和游勁的锻炼 另外泳春拳有三套拳术 第一套小念头 第二套尋桥 第三套标子 练习的方法主要是透过疾手的锻炼 散手和离手的练习 学习过程以套路为根基 泳春拳肯注重这个感觉和训练 通过疾手练习 令手部的感觉更加灵敏 来感应对方的力向变化 继而作出防守或者进攻 黏手的练习将套路学到的动作和理论 应用于在黏手当中 好了,说回李小龙的泳春拳 李小龙从泳春拳学到什么功夫和心法呢? 李小龙从泳春拳学到双手互动和串径的原理 更在木人庄学到双手、力学和游径配合 另外,从小念头、松油的意念 明白水的道理 石头再硬,也会被洪水冲散 水可以变成任何形态 将物件冲散或者改变它的本质 真实的李小龙在功夫中 如何利用这些原理去格斗呢? 就好像李小龙的脚法 就是通过水的理论 他用脚法攻击敌人的时候 感觉到你手或者脚动 就以弹簧式的腿法 踢到你面门或者脚的关节部位 这就是水由正变动 由急流引发出来速度的爆炸力 因为敌人手或者脚准备出击的时候 他要回防守住李小龙的腿就来不及了 因为人的意识 决定执行一件工作的时候 就会准备出击 但遇到突变的时候 意识就要改变主意 就需要一点时间 李小龙就是凭着你改变主意 这一点时间 就以水的急流式攻击你的破绽 其实懂搏击的人都知道 通常以后发先至的原理 和对手周旋 这是最稳定的打法 除非你肯定你出手 比对手快或者猛很多 才会用急攻猛打 所以你看擂台拳击比赛 头一弯或者第二弯的回合 都是以试探形式 试探一下对手的速度和竞力有多强 等到第三弯之后 再策略性攻击对手的弱项 这样胜算就会较高 这个就是叶瑩飞对武术格斗的分析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